好的欢迎来到第三轮的比赛 在这里我想吐槽一下 梅老板这个摄像头可真是高清 就好像我20年前电脑里面下载的一些学习资料一样这么的清楚 好了呢这场是双方的一个大将战 梅老板来对这老男人撒口 今天撒口老男人这边也是上了自己的迈奈特 那会是一个鼓励打迈奈特的对决 这个队局一早就说过迈奈特会有优势 那梅老板也是在比赛上面捶死过萨扣的 当时也是用鼓励这个角色 真就直接把这个萨扣往死里捶 那他的一个打法的话主招进攻 对吧不要后退后退就是完蛋 那后退的话对于迈奈特来说 首先他可以反波 你发一个波盾进攻是打不了的 那另外呢迈奈特这边有很多 鸿腹各式各样的过波招式 所以这对于鼓励来说会非常的难 而且当鼓励站到那个球的前面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进攻就会变得非常的难打 好了那现在回到这个队局 梅老板这边已经看起来不太妙了 不是很妙 这边vs打开局面了 下中调放倒但追不上 老男人这里始终非常狡猾的控制好了距离 然后你想从天上来我就轻吃对空 啊这边直接前前以后用VT晃了一个柴头 这个其实非常的安全 他前前的时候把这个球放出来 往后一拉防你脚刀 如果你脚刀出了你死了 你脚刀不出你拆头你死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撒口绝对的安全 是一个无解压制 非常的好用 可以学习一下 当然我觉得也没几个人会去用这个角色 太难了 好那现在就到第二灯 上来一脚惨重以后 引爆想继续给压制 没压上 现在梅老板这边要怎么来做 这个必须要拉着前往前去走的 重拳撩下来以后继续往前压 打一个组合拳 跳弱直接吃到一个对空 老男人还是空了距离 空了距离的同时 还不忘防你的地面突进和你的空中切入 发波 这里梅老板好像有失误 应该是想要出脚刀去把对手刮下来的 结果蓄力没满 这一波到板边了 一个进攻 有机会 啊老男人飞得很快 跑得真的快 就这样梅老板好不容易拿到的一个大机会 现在又没了 现在SAKO那边VT给出来想偷一个中断 那这样很快已经是要到一个斩杀点了 这斩杀点一到 梅老板要再见 来 晋升折起来 VT开压 一个球 再一个投 再一个球 过来 再一个投 最后一个点 直接请你吃鲜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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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梅老板 啊 我看傻啦 我不知道到底谁会赢 说真的 刚才我一刹那觉得SAKO赢了 然后又一刹那觉得梅老板赢了 然后又觉得梅老板要输了 然后突然又觉得他也要赢了 两个人都是一个满资源 都是一口气可以打死对手的 然后对手 这边就好像给足了机会 两个人最后资源都没用 老男人莫名其妙吃了一连串波人没了 他就要到第三灯了 梅老板这边EX波射得很嗨 已经是把资源浇光了 这EX波是他唯一可以放倒迈奈特的手段啊 他已经没有手段可以放倒迈奈特了啊 这边放倒了啊 中车又吃到C康了追得很凶 我靠 傻酷用得着这么虚吗 对手这边脚刀刮完这么远的距离 又干不了什么东西 你让他来呀 你不要怕呀 这没人把70打出来了 这傻酷缩了你知道吗 这个脚刀吃完以后 他竟然第一时间选择了厚厚想拉距离 他竟然第一时间选择了厚厚想拉距离 他觉得梅老板这边可能会前前追上来 他就想要把这里再调开一点 就万万没想到 梅老板就这么简单 一个重拳还打中了 上来还是一波三折的 说真的这个对局 一般你让一个剑长的古猎来打 对于他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毁灭级的 非常难打的 你待会仔细看你就知道了 这个球当出现在古猎身后的时候 他能做的事情沾地不多吗 下中角终于戳中了 把球收回来 然后球往你身后继续一放 你古猎这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发 我这么凶了吗 这边 滑中一脚VS 把球一往回一拉 又是一个打头二折 这点上面 你面对的打头二折 次数会无限多 啊这个缺乏 他应该是想要出一个轻角 加一个VS 还是中拳加VS 可是有一个剑没按出来 就比较尴尬 这球拉回来 下中拳命中 前前直接吃脚刀 这么凶 这里VR想往外走 可以 梅老板这边想追 结果timing没抓准 被反打一下 现在血量上落后挺多的 梅老板没有放弃 这边要准备 穿过去开VT吗 还是说 用VR来放对手 这边追VR追的有点快 要不要给VT 给VT可能可以打死对手 要不要来 跳入 追过去 啊死了 想要开VT和不开VT之间 犹豫了很久 因为他也有可能 需要考虑到对手 这个球收回来的时候 用VR来反打 也是一个办法 对吧 光交VT的话不一定有用 好 现在就到了第二灯 老男人这边攻的还是很凶 把球始终往你的脚下放 你们老板呢 这边也不虚 真的胆子够大 看着球在脚下 随便 随便你来 只要我发波发的足够的快 我就能快过你的球 现在没老板是真的熊 看着球在身后 就倒没有一样 没关系 我继续压你 你只要一个失误 我就可以直接把你摁死 跳弱 然后下段 这边选择再发波 老男人这边被打得很难受呀 这样一个对局 他几乎没有办法再做到用VS去反波 因为没老板发波的距离实在太近了 这个反波的话很有可能会吃到EX波自己暴毙 所以他也只能选择慢慢的防守 这边老男人给出VT以后要准备反打一波 VT要给出去吗 先是一个球 快速的近身 把对手压进厕所 然后没老板这里顺势交出VR 直接就出来了 这样老男人在这个点上面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 这边突然自杀式的空袭落地以后一拳 直接人美了 这下来就到了双方的一个决胜灯 老男人被迫进入赛点 很危险 很快啊 这比赛已经到赛点了 没老板发波 哇这个跳落 好鸡贼 没老板这里想用下重拳对空 结果对手把球先丢出来 没有手创判定 这样的话我就下重拳也对不了 直接挨了一套 一脚铲过来 没老板这边想用后中角去打那个落点 没有打中 换成前中角说不定就中了 这边vs对空 球拉下来 前前过去压晃一下晃中了 没老板这边直接开出VT 最后的反抗直接被跳了 这个反抗反的太难受了 没老板无法反抗 被对手跳头了 这个可能SAKO那边是预判到 没老板想通过发波的方式 打最后一波强试了 因为他最后开VT的那个点已经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时候不把这一轮波扫出去 换一个进攻机会的话 可能就真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他在这里大胆的选择了起跳 没老板正如他所想的那样丢出了一连串的波 这个比赛我觉得没老板在排兵布阵方面好像吃了挺大的亏的 上来第一分是预想之内的 但是到了中间站的时候 如果说没老板跟马川某换个位置可能会好打一点 那为什么没老板不用本田呢 当然这个对击我觉得本田可能更难打 你说老男人万一选一个赛斯出来本田不得见上帝 对不对 这边直接吸回来 差一点点 这球回不来了有点远 不过在关键时刻还是到脸上了 没老板没有选择投的话 对手这边就是要变成反向的一个进攻了 跳入成功 中角VS拉回来 EX倒地 这边已经晕了 最好打一套大的 跳入一波VS拉回来 这个球放过去 最后一则下中掉一戳 选择前前投 在这个点上面毫无反抗之力 这个就是两个角色都被对手咳死了 这没老板没的血了 完了这上来就莫名其妙第一圈的比赛 连掉四分了这个要 虽然他已经打得很好了 他很知道迈奈特怎么打 这个角刀有点秀 这个台名抓得非常的准 一个前前脚过去 为什么不凹一手呢 直接来一个金色的角刀 说不定就有了呀 下中掉 然后前前过去 继续给压力 EX角刀凹出来 美老板这边是不放弃任何一次压起身的机会 因为EX角刀刮完以后距离是真的远的离谱 他还要追 EX波中了 就往前压一轮 EX丢过去 这个就是弹幕游戏 两边互丢弹幕 美老板拉到最远这里发波 属于不理智行为 EX角刀 这一个最后的智慧 杀口那边 谜题给出来抓掉对手的VR 这边会怎么来 再交VR再抓 这个不能交VR 这个交VR要把自己交没了 别交了别交了别交了 但不交要吃头 VR还是给出来了 没老板在最后的最后的最后这边手上还要留有一发VR 不留这个VR对手可以用磨血之内磨死 呃 所以杀口那边 啊 最后一个引爆 就差那么一点点的一个timing 没老板丢了一个快波 丢到了他的脸上 哇最后这个 很惊险很惊险 差一点suckle 就一个大翻盘 那连续的几个头真的修爆了 得拉回来 连续的拉两下 继续控好距离来打 没老板这边会怎么来发持进攻 他必须要发持进攻 现在血量落后这么多 但是对手这边只要把球往回一拉 自己就没有主动权 但是自己又不具备突进这个能力 就很难受 因为不可能说我往前走 还可以续的EX波 这件事情就不可能 叫VR抓住 但只能是给一个重拳的伤害 轻攻击点头 中角之列封住 然后给CA 这个故事有得讲 丢个波过去 往前压 VT给出来 SAKO这边这波VT 会成为没老板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与月子波慢慢推进 他这样想要把VT时间拖掉 能拖得掉吗 对手这边就这样一点一点 慢慢就过来了呀 我可退了呀 没路了呀 已经走到尽头了呀 世界的尽头在等着你呀 没了呀 这个VT 高手手上捏的VT的这个压迫力 跟我们普通人不是一般可以同日而语的 就有差别差别很大 这没老板看着麦奈特手上一个球 身上六个球 就好像看着天上那个死招星一样 就闪闪的发光 在自己的脸上 一点办法都没有 人就交代掉了 那上来第一轮比赛非常的强啊 内摩这边直接是给没老板来了一个4-0 那这4-0就很很伤了 没老板这边只计一分 虽然有拿到第二名的一个积分优势 但是就跟没有一样了 接下来到了第二轮他们要奋起直追 所以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的 因为 内摩队的综合实力还是强 他们真的说要把这个全部追回来 可能 希望不大 接下来按照正常的一个军事发展的话 内摩队要赢了 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